哈啰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金秋仁 大家好我是小美 小美我们又见面了 继上次那一首《念有情》这首歌曲 我觉得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一次呢我们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 《思想开照顾》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首歌曲 它平常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在喜宴的时候 会可能会当作一个背景音乐在播放 对可能就是宴科期间 到宋科的这段时间会播放的歌曲 它是会比较轻松的 对所以是很轻松的一首歌曲 你有播过吗 我的年代可能这个还没有经历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很认真来练这首歌 是 小美是我们新竹知名的客与新传师 她有在私下呢 有跟我分享这首歌曲 一些重要的一个部分 由我来念给大家听 好 好那我们先把歌词念一次 是 先上麦子多好順 還有如膚 麦如群 兩人前術來勾水 水晶性感 鬆鬆準 先上麦子 勾料盒 落麦斷沙 高貼草 還有電貨 內食鹽 落麦儲蓮沙鬆摸 落麦啊 落麦啊 七上麦子 千啊 水仰 兩人開場 希咽咽 平下 單條 萊絲水 水晶營養 伊亞 伊爽爽 好 在念完歌詞之後 你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所以呢 我們就來幫助大家 把這個歌詞裡面有比較重點式的 比較可能會碰到困難的地方 提出來跟大家討論分享一下 是 譬如說像歌詞裡面呢 通常這個音有L的 L 對 EU的這個音標的時候 像是 像是我們的歌名對不對 第一句 這邊是不是就有 Kai Tchel Kai Tchel Go Kai Tchel 的 Tchel 對 這個音呢 可能就是要多練習幾遍 因為 Tchel 對 Tchel L的音 對 很容易就是沒有完整的發音嘛 所以就是很容易會沒有到那麼準確的位置 像因為客家有很多的腔調 他在練習起來 他有一個很好入門的方式是 他沒有捲舌 所以你看到那個 C E U的那個 C 就是吃 還不是吃 還就是吃 吃 L 比較難的是那個後面那個連起來 Tchel 對 L L L A O Tchel 連起來 對 連起來部分可能要多練習 再來呢 還有譬如說像是 Oi的音 Oi的音 對 像是 很多歌詞裡面都會有提到 Loi 對 Loi 這個字的時候呢 那個也一樣就是常常我們就會變成 Lo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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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很容易 或者被華語一下 Loi 或是有時候會過度強調那個Loi 但是事實上他聽起來就有像 Oi 這樣叫人家說Oi Oi Oi 聽這個方法還不錯 是不是 Oi 我都是這樣叫別人的 小美 Oi Oi 這樣是不是就學起來呢 對 好 再來呢還有一個就是 閉口音的部分 閉口音 這首歌也有閉口音嗎 嗯音標裡面在最後一個字尾呢 是M的字母的時候 對我們就要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嗎 有閉口音 這首歌裡面譬如說 嗨 Dia Diam 這個Diam這個字呢 Diam for Diam for Diam 我們很容易念成Diam Diam Diam for Diam for 但是他如果要閉起來的話就Diam 對 Diam for 所以他又稱作核純鼻音 然後那個M的感覺是要有一點鼻音的味道 嗯 他有一個嗯的感受 所以之前我在配唱的時候 像有一個和聲的老師他就 因為他可能開對客家話比較陌生 他就問說 那那個閉口音那個嗯 是要比較前面還是比較後面 才B起來 Diam for 那個核純鼻音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M到H 要什麼時候把它B起來 我認為 其實聽起來順就可以 像在Akabella是一個團體在演唱的時候 然後常常假設有和聲和聲part的部分 那可能那個部分就需要比較 大家有默契一點 那有關於有些人先B 有些人不B 有些人那聽起來就會比較 不協調 比較不協調 會比較聽起來比較混亂一些些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呢 呃 還有譬如說這個 啊 Kun Kun 喔 IUN IUN這個發音好像也很困難 嗯 這個也是要多練習啦 K-I-U-N 群字的群 對 Kun Kun這個字 呃 怎麼練習 怎麼練習 就是可能先猜解嘛 I-WUN YUN YUN 先練出YUN的音 然後K-YUN K-Y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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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猜解的部分這樣子練習 會比較容易解釋 所以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部分 對 大致上應該是 這些重點 那Kim這邊你覺得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覺得比較難的呢 像我覺得 像你看有一個 老妹端食歌 店座 哈哈哈 那個店座的店 它其實有個 跳 跳 短處音 它就是我們講的BDG 其中一個短處音 對 BDG在最後結尾的這個音標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注意 注意一下它的是 其實你想像一下就是 嘴唇碰到一下 跳 跳 不要念成跳 接下來小秒是能不能幫我們唱個兩句 好 聽聽看這個客家的韻味 好 一生妹子 四妹啊開跳 龍妹 愛戲 四妹啊 內也有 非常好 其實就是在尾句的時候 字句的尾音 我覺得特別有一個 我們客家常常會做這個 就是千聲 就是那個音域味道就在那個尾巴 對這個秀是小秘訣 小秘訣 好也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預備比賽的時候 能夠非常的輕鬆 也可以想一想怎麼練更多的客家歌曲 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加油 掰掰 掰掰